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 我是王悠正 今天是小年夜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 先跟大家來拜個早年 我們要怎麼說 一定要說一點應景的吉祥話 所以我們就說 字字冉冉迎新春 經濟發財過好年 兩句吉祥話送給觀眾朋友 的確 今天我們要頒獎 但是我們要趕快來 先介紹一下頒獎的評審 來 宥正為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位評審委員 知識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恭祝大家 大雞大力 今年習大欲 謝謝 好 第二位媒體人是猴年 也在我們節目曝光非常多的 國會辦公室主任黃子哲 主任好 祝觀眾朋友 基福好運 基祥如意 好 第三位是 據說來受視率都會很好的 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小玉姐 各位觀眾 經濟報喜要人生更積極 好 第四位評審委員 是在今年才加入 大政治大曝光行列的 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胡小誠 校審客 大家好 祝大家今年機會多多 新年快樂 好 再來最後一位 比較少看到 但是口條也很好 收視率反應也很不錯 這個國會辦公室的助理 這個鄭兆欣 主持人好 祝各位觀眾朋友 大雞大力 生機盎然發大財 這個我們要揮別猴年了 過去這個猴年 還真的是猴腮雷的一年 是猴腮狗 因為自從蔡政府上台之後 我們就開始懂得說 原來遇到髮夾彎 我們要會自自然染 我們看到一粒一休 何時入台 或甚至是什麼年金改革 我們也要懂得怎麼樣 我們也要懂得平常心來對待 現在當然我們要看看就是說 未來新的一年 到底蔡政府又要端出 什麼樣的牛肉給大家 他不是說要拚經濟嗎 好 但是我們來看看 真的很多人 不敢抱太多的期望 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好像蔡政府 是提供給我們一個 滿滿的大平台 讓我們學會從逆境之中 求生存 真的 自立自強 是 所以真的 在未來的經濟年 我們是不是還是 要更加的懂得自立自強 今天我們就一定要在這個 非常特別的這個日子裡面 要好好來頒一個獎 什麼獎 叫做猴腮雷獎 因為我們的蔡政府 實在是猴腮雷 這個今天我們首先要 趕快來把握時間 頒第一個獎 什麼獎項呢 那就是 第一個獎 成語獎 到底有哪一些成語入圍了呢 趕快來看看入圍的有 第一次的紅包 最重要的則是有 自自然染春聯 自自然染春聯在國內引發討論 要不要停止上班上課 還是由我當市長要做 拿來做所有的承擔 用綠色眼光看待 扯鈴扯政治角力 民進黨立委劉世芳的 扯鈴統戰說 被藍營立委打洗臉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原本的提案 不予處理 他憑什麼不予處理 男兒眼淚就是不清談 黃國昌乾脆按摩起裂部肌肉 我絕對 對得起這個黨 指出就是黨內立委陳廷飛 暗中策劃要反賴清德 大過年看到國昌劈頭散髮 覺得好療癒 這樣很療癒嗎 就滿滿療癒的 心情都好了起來 這一家城市長 入圍的滿多的 入圍的有好幾個成語 五個 第一個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字字冉染 字字冉染真的 現在真的 大家都會了吧 這還真的有人把它寫成春聯 形容不學無術 無理硬拗 強詞奪理 指鹿為馬等意思 真的大家都要好好的學起來 但是有這麼多的成語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還包括什麼 賴神券童 可能大家又想起了天然災害 颱風來襲 他選擇不放假 我們的賴市長很堅持 結果好危險 可是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時機就這麼巧 會在路邊勸女童回家 所以這個成語比喻什麼 自己造的孽 卻在那邊假猩猩 好 這個我要一定要講 因為我覺得很療癒 就是國昌假哭 剛剛看到畫面 國昌就是甩著頭 然後告訴大家 問媒體說 為什麼要這樣 隨後就遮住雙眼 然後哭了半天沒有眼淚 所以我們說國昌假哭 比喻的是什麼 就是說只會收割 然後被看穿之後 就什麼都不會 只好裝哭 要是我來選的話 國昌假哭 絕對是我覺得 在洪篩類這一裡面 絕對是第一名 遠遠超過自自然的 因為自然的凸顯的是沒念書 國昌假哭 凸顯的是沒念書之外 還很會演戲 對 如果觀眾朋友看到這一段 還以為轉到電影台 還奇怪 這是哪一段 而且應該是說本土劇 本土劇 對 張力十足對不對 來 釋方扯鈴 比喻一個人因為意識形態 什麼都能扯 講出來的話沒什麼道理 比扯鈴還要扯 釋方扯鈴 再來看卓氏金飛 很快看一下 諷刺賴慶德說 他曾經花口的事情 根本就沒有達成 就直接來打賴清德的臉就對了 為了什麼 是要選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趕快來 先請教一下各位 當然大家可以對於 剛剛以上這些來做一個評論 是不是 來 韓兵 你可以先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把 你們今天選出來這五大成語 都全部包覆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一句就解決了 就叫不學無術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看不管是自自然染 賴神券頭 四方扯鈴 國昌假哭 卓勢金飛 其實都是同樣的 都是不學無術的這種東西 其實說真的有大過年 我們不應該罵人的 但是我也必須幫他們辯解一下 比如說自自然染 像剛剛有個網友不是講說 那個叫子鹿為馬嗎 其實這是錯 網友不學無術 叫倉截造智 我跟你講因為真的有馬鹿這種動物 牠長得又像馬又像鹿 然後真的有這種動物 所以我們很難指得出來 牠到底是什麼 所以人家染染有什麼不對 對不對 人家喜歡這樣發音不行嗎 我喜歡染染 變成染染 你管得著嗎 這是我們台灣的優秀文化對不對 你們怎麼可以去管 至於賴神券頭 這個是非常悲天閩人的 一種心態 對不對 我們拜託 我賴神為什麼不放假 因為我們要為商業著想 國家每年這樣 你放一天假的GDP損失多少 可是小孩子跟GDP沒有關係 所以我要趕快勸他回家 對不對 你看我們賴神多麼悲天閩人 多麼的那個慈眉善目 四方扯鈴 這個非常對 你知道 那個是中國的 那個扯鈴是中國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對不對 我們要扯鈴也要扯台灣的鈴 對不對 我們要弄一個台灣的什麼鈴 當初來扯一扯 不過他說現在玩溜溜球 是 我跟你講 溜溜是美國來到台灣的 是 沒有錯 因為我們一面倒 像日本 像美國島 所以我們當然要學 日本 美國的東西 為什麼要學中國的東西 難怪 對 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做的 國昌假哭這個 拜託 人家已經跟你們 講過很多次 他沒有哭 人家根本 你也看到他流眼淚了嗎 沒有 對不對 名譽那天不是在現場嗎 對啊 你也只看到他眼睛紅了 人家沒有哭出來 我跟你說 我寫哽咽 然後還要被你們台隊改稿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 因為我是真的在他前面 他真的沒有哭 他就是哽咽 然後就是眼眶散紅 所以是黑咕 對 他就說黑咕 沒有講 你能看到他那個手 在搓柔那個臉的那個 那個動作其實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女生去坐臉 是 其實 其實人家是開胃開得很熱 在做臉部按摩 你也根本覺得他是黑咕 是啊 所以人家在做臉部按摩 你說人家假哭對不對 我真的 黃國昌委員這麼優秀 我們一定要幫人家平反一下 所以要讓國昌眼面嗎 對啊 我跟你講 國昌按摩 國昌按摩 國昌做臉 國昌做臉 所以人家沒有哭 為什麼一定要講人家哭 這不對 至於著視驚飛 你看我們陳妮飛委員 多麼大人大意 自從表演一指纏之後 接下來你看 服務長異化 對 然後又接下來 又馬上直接指責賴神 連賴神他都敢指責 挑戰 挑戰賴神 所以你看多麼大人大意 所以這五個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陳妤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次這五個陳妤 其實衍生非常多 比如說不學無術 坐井觀天 假人假藥 可以讓我們大家去複習 非常非常多 你過去沒有再用到的陳妤 大家記得這個是幾年 民進黨非常好心的提醒我們 大家一定要切記 不對 那好像中華文化 要去中華文化 所以這個有點問題 這個我們要回去再研究一下 等一下 娃先生請兵哥 你覺得如果你來挑的話 這五大成語 金句 你覺得誰會是第一名 其實我自己 很想選國昌假哭 但是因為自自然染染 因為畢竟我還是中文系的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要選自自然染比較好 因為這一個 我覺得實在是凹得太漂亮了 你知道 他的非常非常的經典 這個東西如果都能夠成為 國家正式的用語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創造了一個 非常新的文化 所以以我身為中文系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改名 叫台文系的 對 我覺得應該要 非常推崇自自然這個成語 我希望未來新政府 創造更多類似的成語 比如說以後我們大家祝賀別人 都用敬碗 這樣就非常好 別結婚用敬碗 剛剛韓濱哥有點名到我 他一直說指責 指責 我一定要講話 這個成語 你也會Cue自己 我其實沒有想要Cue你 我想要先Cue你 你很奇怪 你要自Cue 你知道這個名嘴界 是很難生存的 對 競爭很厲害的 所以要趕快Cue一下自己 那個什麼 我一定要投給什麼 四方扯鈴 為什麼 在這裡我一定要先自首 因為四方扯鈴 大家去看維基百科的話 四方扯鈴是我第一個寫的 所以現在在劉四方的 維基百科裡面 介紹維基百科裡面 特別還會提到我 所以我一定要投給他一票 而且大家記得嗎 我們這個節目 在談四方扯鈴的時候 某位主持人 一直拿道具出來 有風箏 有扯鈴 有陀螺 有毛筆 箭子 有箭子 不知道是哪一位主持人 一直拿道具 搞得跟自己的小叮噹一樣 因為大家忘記的話 邀請導播在旁邊跟我們之類一下 對 當時 當時變魔術的畫面 對 真的 我上節目這麼久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主持人 身上 明明這只有穿西裝 竟然可以拿出這麼多東西 太厲害了 在這裡 為什麼要投給四方 劉四方 第一個當然除了說 我幫他取了這個成語以外 第二個就是說 我在想他這個年怎麼過 不是道具 是因為你提供的 對 我還兼道具組 對 我意思是說 如果零不能扯 請問他今年有沒有發春聯 他今年能不能發紅包 對不對 今年能不能寫毛筆字 能不能吃圍爐等等 這不是 都是中華文化 都是中華文化 對 所以這些 我拜託劉四方委員 這一些 如果你認為這一些 一文不值 不是你的文化 請你今天過年都不要做 我希望大家選民好好盯著他 到底你過年的時候 有沒有發紅包 他連國語都不能講 從此開口只能用台語串英文 對 連國語都不能講 所以他會很慘 我覺得他這個年一定會很難過 因為什麼都不能做 做了一定都被笑 來 茗玉 我當然一定是投給我們的戰神 對不對 因為我是全城募集 對 我這樣是看著他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已經是 人家已經封他為金鐘影帝了 他是當仁得獎的 對不對 而且這所有的成語當中 只有這個國昌假哭 現在已經是變成一個正式的成語了 對 然後大家不是說你很假 說你不要再國昌假哭了 而且你看所有的這個是有連續劇的 就只有國昌假哭是有連續劇的 他有前文 因為他哭完之後 大家才會去挖掘說 原來當初總統 在這間一粒一秀的時候 還有開個黑頭車 然後去中心大樓接他 有沒有 接他去關底密會有沒有 有 所有的立委都跳起來說 怎麼會不會 為什麼只有國昌可以坐那個 黑頭車 還去關底跟總統密會 而且在密會的過程當中 然後總統本來就是一度要打消 一粒一秀的意思對不對 結果黃國昌還跟他講說 總統不用 我可以體會你的辛苦 然後最後走了之後 還真情自信的跟總統說 總統加油 結果後來沒想到 有假哭嗎 就完了之後 有眼面嗎 對 然後就你看去記者會上 你看這麼的誠摯感人 然後就開始大拍桌子說 總統這就是你要領導的國會嗎 這就是你要做的國會改革嗎 你看如果說 你沒有前面那一段的話 你還會覺得說 這個人真情自信 結果後來沒想到周刊挖出來說 原來在他哭之前 還有跟總統密會 原來還有搞這一段 英國密會 對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很厲害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看國昌假哭也衍生出來 葉奔迪 翻臉無情 你這根本已經不是成語加歇浩語 對 過河猜橋 所以你看只有他這個成語 可以 你看衍生這麼多的序集 還有這個前文後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當選的話 真是沒有天理 好 所以我們看看 大家雖然是七嘴八舌 但是看看到底誰得獎呢 得獎的是 他 賴神卷頭 我們都不曉得 這我也不知道 這到底是誰選的 怎麼回選的 不是我選的 賴神卷頭 這是I Voting嗎 笑起來了 I Voting 你覺得賴神卷頭 可以拿第一名嗎 我是滿有點掙扎 為什麼我對志祺蘭蘭跟賴神卷頭 這兩個我一直在拿捏不定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蔡政府到目前為止 我看他都喜歡建立 所謂的統一標準化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講 現在不當黨產有沒有 他現在就把國民黨有沒有 所有的財產全部弄掉 就跟我們現在的民進黨 當然那個跟事實有點不符 一樣窮 所以這個是一個標準化 另外的話有沒有 他也講說 我們看那個勞工的一立一休 對不對 我們勞工要跟那個 要僱主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要修同一天 因為發現都在標準化 就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的話 所以我覺得今後 可能志祺蘭蘭這樣子的一個詞 他不只要載入到 我們現在目前的教科書 而且還把它統一標準化 像今後 如果今天我們一個人不參團 有沒有到國外去玩的話 我們這個叫什麼 叫做志嵐型 然後另外的話有沒有 然後我們以後的話有沒有 如果騎個腳踏車的話有沒有 以後我們就有腳踏車 另外一個叫自行車對不對 對 這以後的話有沒有 肯定叫做自然車 你要訂報紙 要叫自然時報 對 這是你講的 我跟你講 夠人做要夠人搭 你對那個報紙 是有點什麼意見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這樣 對 所以以後的話 可能很多的那個油這個字 可能就要把它改成懶了你知道 改成懶之後 那開始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因為懶這個字 緩緩上升的那個意思 對不對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對不對 像看著我們的國旗 懶懶升空這樣 當你開始有沒有 變成懶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像整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什麼 自自懶懶 歡喜心心 自自懶懶 慢慢的這樣起來 你整個台灣的運勢 感覺起來好像就 我們會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的起來 起來之後最後的慢慢的 可能又會出現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 統一標準化之後 會造成我們很多的一些困擾 你像這樣什麼 我們講魷魚有沒有 魷魚怎麼… 所以怎麼樣 誰聽得懂 這個話完全都聽不懂 至於賴神這個部分的話 我平常一向對神明 一向非常有敬畏的心理 神就是神 神是不可以被批評的 我跟你講 神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 包括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 颱風天來的時候 跟你講 你該放假不該放假 神說了就算 不信的話有沒有 你去跟神叫板看看 你看看這樣有哪一個 這個信徒敢去跟神 有沒有叫板 所以我覺得賴神 這個勸同這個 這個樣的成語 本身來講的話 他成為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得獎 這個所謂的得主 其實基本上有實至名歸意思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神 神就是神 不容挑戰 這不可以被挑戰這樣 一定要拿第一的 對 所以當初那個女童有沒有 你早就該回去 你還要等到神來勸你 這不像話 所以這個女神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教熙 是 賴神勸同得第一 因為是神的關係 其實我心裡也是非常掙扎 不過叫賴神勸同 這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在 因為就這個臉皮厚的狀況來講 明明就是你犯下的 你命令大家要放半天假 結果既然你還PO了一個 小女孩的照片 就請你趕快回家 請問你如果沒有發這個命令 他今天根本不用出門 你還勸他回家幹什麼 所以這為什麼這個賴神勸同 做冠軍 是有他的道理在 不過我掙扎是什麼 我掙扎是在自自然染跟四方扯鈴 為什麼我覺得四方扯鈴 對我印象很深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我也在現場 因為我們在外交委員會 我一聽的時候 其實現場的氣氛是一片肅然 怎麼扯鈴是這個中華文化 是中國的東西不可以 像宥正講的 劍子也是中華文化 我們現在過年 初一插頭箱 你要不要去插 初二回娘家 你要不要回去 你就留在台北就好 都不用回去也不會有車潮 因為這是中華文化 初六開市你要不要去 初十天公升你要不要拜 這個都是中華文化 年夜飯 藤圓飯都別吃了 對 我們大家自己去約一約 自己吃就好 年夜飯也不用了 因為這都是中華文化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 真的是比扯鈴還扯 這件事情從小到大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直到我在當天看到之後 我才發現什麼叫比扯鈴還扯 我倒是可以建議民進黨政府 如果你們不喜歡扯鈴的話 我倒是覺得他們最近可能很喜歡 來推廣一個運動 叫做曲棍球 包括這個怡康 我講到一個這個成語 叫做怡康吞球 因為他們實在是對曲棍球 非常的喜好 什麼東西都是曲棍球 段怡康自己也說 我要吞曲棍球 但這意思是什麼 是我一直做事我要吞 結果都不吞 一直賴到底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怡康吞球 我覺得這個成語也是不錯的 我說你剛才那個話裡面 有兩個地方有沒有 有一點不太對 第一個不要對神明不敬 是 第二個 求是無辜的 所以這是很無辜的 不過我要提醒一下賴神 當你要成為神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在所謂神明供桌上面 通常會看到兩種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神的話 就可以神明像在那邊 帶他供的對不對 但還有另外一種東西 叫什麼供品 當然你如果有沒有 神過了頭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供品 懂了嗎 就變供品對不對 對 把他供起來 今天還有很多的獎要頒 我們一個一個來 剛才已經看到 最佳成語賴神卷童 稍後我們還要頒什麼獎 繼續看下去 馬上回來 好 歡迎繼續回到 大政治大爆掛小年夜 特別節目的現場 在今天我們是頒獎典禮 今天頒的獎有很多 剛才我們頒出了 侯塞雷獎的最佳成語 現在我們繼續要頒的是 部長講 說到了這個內閣的官員 所有的這個部長們 到底誰要第一個先下台 好像已經都輪完一遍了 不論是勞動部 交通部 國防部 衛福部 你能夠想得到的 大概幾乎都被點名輪完了 連院長都被點名過 但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 好像都還是不動如山 所以我們才說真的是 猴塞雷 我們來看看今天 這個部長講入圍的有 安撫家屬好話說盡 但週五事發當天 國防部從早到晚三場記者會 都不見馮士官 看到國防部長馮士官難掩氣憤 雄散飛彈怎麼會離不到 射川漁船 你自己給你自己打幾分 我給自己打100分 100分 520後國軍宛如犯太歲 大小狀況不斷 封士官多說多錯 索性逃避公開面對的可能 但在最需要激勵的時候 大家長卻還考慮保全自己 封士官請各界叫他大鵬 就連簽名也不忘提醒大家 我是大鵬 引發爭議 我修法通過的話 就全國就 國定價值就一致了 修法讓他一致 是一次都可以放是不是 就是全國就不放嘛 其實端午節 整體的流量比較少 我們這一次才把它當成一個 專案來處理 史上首次廉價取消 國道夜間收費 預估將影響30萬夜車族 也讓不少民眾大探新政府上任 連小確信都沒了 好 說到了國防部長冯士寬 太難選了 最近對他印象最深的 其實是他那一身大紅色的西裝 好喜氣 我們來看看在過去 他有許多所謂的失言路 第一個 我們當時看到的 就是在6月份在去年 他在部長的話裡要求官兵 要直接叫他大鵬部長 希望能夠展現他的親和力嗎 國防部長裡面 好像只有他是這樣的 再來看到7月 那時候事情很大條 熊三飛彈發生了誤射 結果造成了一死三傷的不幸悲劇 但是在此外 我們看到沒有隔多久 他在立法院 還能夠給自己打分數 叫100分的部長 大家想想看 當然還有一個漏掉獎 戰車翻覆的事件 這些都是出了人命的 可是他還是覺得 他自己拿100分 真的是活塞 對 應該講說 一個部長才上任多久而已 可以搞掉兩條人命 還有一條小白的狗命 這個部長其實感覺起來 好像並不是很適格 因為這個得不配位 所以看起來好像 上來以後風波不斷 而且創下了很多 第一次首次的這種手力紀錄 你們怎麼會這樣說 我覺得你們這樣就不客觀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知道他為什麼 講到同事官氣味有點沉重 他後面為什麼要刮到叫大鵬 你知道嗎 大鵬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以前岳飛是大鵬金翅鳥轉世 是 對 所以你看 人家他是大師兄 所以這肯定是激功告訴他說 你大概就岳飛轉世 所以你精忠報國你就要來做 你命中註定要來當國防部長 所以他後面要特別刮好一個大鵬 你知道 但是要尊敬人家 人家已經為中華民國 精忠很久了 現在當然精忠有點奇怪 精忠報國的意思嗎 但是而且他為什麼要憑自己 是100分 你看熊山飛彈 那個按鈕是他按的嗎 不是 小白是他 是他去領月的 不是 戰車又不是他開的 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都跟他無關 他當然是100分 而且人家滿分 搞不好是1萬分 你怎麼知道 所以你們不能夠這樣子 然後還沒搞清楚狀況 就這樣去獻人於不義 像我們馮氏官部長多好 你看他面對 中共解放軍的勤力了無俱設 我們絕對有信心打贏這場戰爭 國防部長不就是要這樣幹的嗎 也是 對不對 所以他要再怎麼做 我覺得都OK的 而且人家推動國艦國照 國機國照 對不對 他未來搞不好就變成 台灣潛艦之父 台灣飛機之父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非常非常好 這個部長絕對要留下來 過年你知道 過年要讓我們大鴻金刺 這樣展開 能夠籠罩全台 這樣多好 今年是雞年 雞沒有大鴻 我跟你講 大鴻是雞的主宗 雞對一種 大鴻 這樣也可以 反正要嗷嗷大家來 大鴻是雞的主宗 沒有大鴻怎麼生得出來小雞 所以我跟你講 這什麼邏輯 這什麼邏輯 他比較大隻 誰邏輯 所以我跟你講 像馮世寬這麼好的部長 我們真的一定要為留他 至於說勞動部長郭芳育 其實你們大家 真的要緬懷人家的辛苦 人家從上任一個多月 就說他已經很想退休不想幹 對不對 結果到現在人家忍辱負重 一直到現在 不簡單 不予以利推動 以利益休 然後遭受各界的罵名 還是在他的崗位上死命必打 勇往之前 對不對 勇往之前 你看這麼樣金鐘報國 鞠躬盡瘁的部長 你們要去哪裡找 所以這種人怎麼能夠離開 憲哥 我覺得 你稱讚他們的詞窮了 因為你剛剛那個形容詞窮 金鐘報國 是啊 沒辦法 因為搞不好 你要知道 搞不好他們都是月飛轉社 我怎麼知道 然後再來我跟你講 交通部長賀成蛋 你想想看 人家為了幫國家省錢 為了要做這些東西 推動那個夜間 月間要收費對不對 那後來被大家罵成這個樣子 交通有改善嗎 也沒有改善 那其實你錯了 交通不改善 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總統已經宣示過 你們要自立自強 交通怎麼會去問部長 你們腦袋有問題嗎 對不對 你們自己都不會去跟道路爭取 對 去爭取我要開車的權利 我們都錯了 對啊 我們當然都錯了 人家 你還叫人家背十字架 十字架是給耶穌背 你怎麼會叫賀神代去背 對不對 那個背起來很累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的部長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部長 非常優秀 我希望今年他們繼續存在 而且我必須說 以現在蔡英文政府的模式的話 將來他們搞不好 又弄一堆機要 可以直接指派一大片職位出來了 也許未來這種職位 越來越多 中華民國就發達了 現場有馮氏寬的粉絲 因為 就我嗎 不是 就我的衣服跟他一樣 對 因為馮氏寬 就是大紅色的西裝外套 今天有一個人穿著一件 大紅色的毛衣在裡面 你把外套脫掉好了 不好意思 他還有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就不能看到的 那是誘證 好 來 哪一個是你覺得 最猴腮蕾的部長 這麼說 為了本節目的收視率 我是投給大鵬哥 馮氏寬 為了明年我們的收視率長紅 所以我還是這部分要支持他 但是 但是我內心想投的是誰 是我們的交通部長賀成蛋 賀成蛋真的太可愛了 這個節目在播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觀眾朋友 應該在路上了 搞不好在高速公路上了 結果我們的交通部長 主管交通政策的交通部長 竟然說 台北高雄高速公路疏運 六個鐘頭 這可是一個十字架 我不背 那就見鬼了 你不背 難道是海淪青桃碑嗎 對不對 這 你們兩個真是 大紅刺激的指中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紅 因為他最近很紅 所以我們Cue一下他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什麼 他是領這個 他領的縫路 是老百姓的納稅錢 對不對 然後我們高速公路的收費 也是給交通部 請問交通部長 不背 不要說是十字架 你不負責這個北高輸運 請問誰負責 所以說我坦白講 他講這句話 真的是太好笑了 而且我不要說 你去看過去的交通部長 人家在過年前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做兩件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計畫 一個是喊話 計畫什麼 就是要告訴民眾說 我們這個有做了哪些交通的 輸運措施 雜島管制 雜島管制之類的 對 然後讓大家可以安心 可以安心 可以返鄉回家過節 對不對 另外就喊話 喊話就告訴我 我部長給你一個Promise 說一定可以順暢 不會塞車等等 可是說實在話 最後不一定能做到 可是至少你要給人民信心 對不對 不要讓人家覺得 已經要過年了 還在心裡還在想說 我上了高速公路 會不會塞在哪裡 是不是很不愉快一件事嗎 所以交通部長 我說真的 真的你不負責 我也想不到誰應該負責 而且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不該硬的時候很硬 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說他那個什麼 取消了那個什麼 夜間收費的時候 對不對 他超硬的 這不該硬 結果後來還是取消了 對不對 把這個真的取消 對 轉回來 還是繼續收費 這是怎麼樣 然後不該軟的很軟 對 就這一次 就是說你應該硬起來 應該告訴民眾說 我部長保證 這次輸運會很順利 很成功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安心回家 所以這個交通部長 真是太飽了 所以我投他一票 應該是說他扯出來的爭議 跟現在最應景 大家剛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 對 手機直播還是可以看到 我們的節目 而且來 明明你看 他其實針對台鐵的問題 還包括機場捷運的問題 他都有話講 可是他講的話 都讓大家覺得有點驚呆 台鐵的罷工 你看他怎麼講 他說其實是以言你調整方案 目前台鐵是不會在春節罷工 可是他從頭到尾 他其實沒有給你任何的保證 我們也看不到就是說 你有沒有實質而具體的作為 另外就是在淘機 這個部分 這個機場捷運 你看他是說 是不是春節是營運 他說不期待 其實交通部長 怎麼會說一個不期待這樣子的話 這個其實也讓大家覺得說 實在是太說不過去了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馮世寬還不錯 可是我跟你講 可是我跟你說 因為賀神彈 剛剛這個預行的假動 他的三部曲 高速公路塞車 我不保證 然後台鐵會不會罷工 我也不保證 因為交通部去談條件的 我們之前節目討論過 是台鐵的企業工會 答應人家的條件 但要罷工的是產業工會 產業工會要罷工你不理人家 你去跟一個沒有要罷工的企業工會 談什麼條件 所以台鐵要不要罷工 也是問號 然後機場捷運他等了半天 想說過年前 可以來幫忙疏孕一下 對不起 期待不要太高 所以我說 為什麼賀神彈 緊追在風刺關後面 因為他的爭議最應景 都跟過年有關 對 人家有保證 他有保證那個桃雞不會淹水 但是是有前提的 雨不要下太久 他終於有做出一個保證 桃雞不會淹水 但雨不要下太激中 不要下太久 什麼廢話 所以雨不要污衊人家 人家是有保證的 不過說實在的 就是以你們這三個來挑的話 我大概我也是會投逢世寬 因為我覺得他是滿厲害的 譬如說他一出場 他的那個配備 都是非常高檔的 譬如說什麼遼寧艦 雄三飛彈 你看其他的部長出場 戰車 對 都沒有像他這個 都有上義的這個配備 你看有那男主角 要演這種軍事片對不對 都有那個大氣勢大磅磅 在那邊襯托他這樣子 而且我會覺得他很厲害 你看什麼炸彈也炸不了他 然後那個小白也咬不 反正他什麼事情都屹立不搖 都可以在那邊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是正式技工 這是五百五保證 對 但是我覺得說 你們今天提的是三個 我覺得還不夠厲害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一整年最豪塞的部長 其實我覺得是陸委會主委張曉月 身邊會找到出口 對 身邊會自己 因為我覺得那個位子 說實在的 我如果說大家不要那個 覺得不自量力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自見 因為反正什麼事都不用做 反正你傳真機 你這個兩岸已經 已經都是整個冰箱 對 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可以坐領高薪對不對 而且坦白講 路客不來 你只要說遺憾 譬如說那個詐欺犯 不遣返台灣 你就說遺憾 斷交 那就是遺憾 然後台商被找麻煩 就很遺憾 對 然後什麼 反正只要大陸做任何事情 只要做遺憾 然後其他事情大家都生命 自己會找到出口 不對 茗玉你懂不懂新南向 新南向 你懂不懂新南向 你要懂新南向 你才可以去當委會主委 對 主委 還兼新南向的業務 是 茗玉你可以告訴我 現在新南向辦公室在哪裡嗎 還有新南向 就接著做了 對 還有新南向推到哪裡了嗎 還有新南向發起人去哪裡了嗎 那就靠你了 靠你了 所以這個位子也滿好做的 反正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可以坐在那裡 所以我心裡的這個 而且我滿想去做的 就是入委會主委這樣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那環保署長半年只出了一條政策 就是衛生紙可以丟碼頭 可以丟碼頭 對 人家有推政策 你到底會有推什麼東西嗎 校成 沒有人要提他 然後勞動部長郭芳玉 這一粒一休把大家弄得 這是人養馬三天五人院 可是他就是一個傀儡 就是上面只要幹 他就跟著幹而已 我跟你講今天有沒有 你有看過哪個部長 可以逼著老闆出來 講出真心話嗎 對不對 要大家自立自強有沒有 有道理 而且你要回去問你老闆 問我幹嘛 對不對 不要什麼事情都來找政府 對不對 你們自己要自求多福 那種感覺對不對 你有哪個部長 可以逼著老闆這樣 這裡跳出來有沒有 把你們內心的話 全部套心套背的跟記者講 講完之後跟你講 你還不能夠採訪 這採訪的話有沒有 違規 而且還會罵人這樣子對不對 你的好朋友就罵人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真多 那對馮世寬 我個人是覺得 對他特別有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 除了技工 我跟技工的緣分 特別搶之外 不可能只有一個感應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很少看到 有人可以自稱自己的別號 也就是魂號 叫大鵬的 通常一般來講 我們過去跑社會的時候 有沒有 結果這個什麼樣子的 幫主 兄弟有沒有 他會講 你叫什麼名字 我跟你講 我叫大鵬 他會叫教師 他有個兄弟 通常喜歡叫大鵬比較多 大鵬 大鵬 還有山雞 山雞去看電影 大鵬怎麼可以跟大鵬比 對不對 大鵬也是大鵬的後代 你們搞不清楚 是他的小弟 對不對 包括什麼鳳凰堂的那種 鳳凰也是大鵬的後代 一切都在大鵬的餘域之下 有沒有 就發覺到有沒有 子孫滿堂 所以我跟你講 我真的對馮部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不知道佩服什麼 因為前段時間 我看了一個新聞 看完之後我想這什麼玩意這樣 叫什麼 假日戰士 有沒有 假日戰士那玩意 我想這到底是暑假營 戰鬥營還是那個寒假的 什麼樣的營 戰鬥營 他的情況就是說 你今天阿兵哥有沒有 一年的話 大概可能就是我們今天去 露營 大概29天為期這樣 然後一年為期 然後你今天要來當兵的話 等於就是我們把過去的 教招那個部分改成了 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有沒有 這兩天有沒有 你去當兩天兵這樣子 我用一般的軍事官的方式 來佩比給你這樣 就是用這樣子給薪這樣 我後來看了半天我就想 禮拜六 禮拜一天 這兩天能夠幹什麼 就是一整天 就開始就把子彈打到光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力爭戰到死 或者在那邊是要做什麼事情 兩天的戰士這樣子 我覺得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我跟你講全世界 沒有看過這種創意 這種創意的話 你就可以拿去金氏紀錄去 而且可以去上整個 我們可以包括去更年後國那邊 去申請那個所謂叫做 現代人民的文獻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都可以申請到這個情況 兵不夠就自己老實講 兵很爛 拜託你就加強磨練 你不要去弄一些奇奇怪怪的 一些招數 這些招數的話 這整死現在很多的一些年輕人 他現在搞不清楚 到底你現在要做什麼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熊山飛彈 到現在為止我覺得 你當部長到現在為止 抽五百出 戰車也翻了 然後飛彈也打出去了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有沒有 那個什麼那個 你看到一堆演習的話 也一堆出問題 然後我在前段時間 還看到說什麼 我們今天為了要防制什麼共軍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特種部隊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當時說什麼 看到那個共軍的那個什麼 直升機有沒有下來的時候 我們特典部隊過去這樣子 然後還做一個很有效的一個 所謂的反制反敵的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我當時是在看新聞的時候 看了半天之後我想說 你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 然後你就告訴我說 說我們今天有沒有 就可以有辦法 能夠把共軍的那個 什麼直升機打下來 把那個什麼共軍有沒有 趕下來 趕下那個到海裡面去這樣 你當我們都沒當過兵 一下藍軍都是贏的好嗎 中華美國勝利 不過我覺得他做了一個創舉 你知道那個遼寧艦 他通通過都是 就是說比較無聲無息通過 可是他這一次就會告訴你 他要通過 為什麼 有人就是說擔心我們的熊山飛彈 去射到了他 對 你知道 他怕了吧 遼寧艦這麼大 我們熊山精準 到連漁船都打得到 對 遼寧艦漁船幾倍 所以你現在怕了吧 而且我就是 而且他還發下豪雨 就說我們的F16升級之後 可以跟殲20批評 是 對 就是希望這個有生之年 大家可以看到 對 我們的部長是這樣告訴你 我還是要告訴你 不要對神明不敬 然後後面還是有濟空氣 我對濟空氣很尊重 照你這個標準 國防部長應該找那個 物色的小兵來當就好了 從此他只要站出來 大陸看到就嚇得鑰匙 他說熊山要來了 那不是更好嗎 我還要講 我覺得我對馮世寬 為什麼印象特別深刻 除了他很厲害 搞出人命之外 他的穿著打扮 但我覺得他非常有戲 剛剛說到了 紅色的西裝外套 還有 那個畫面是什麼畫面 好像是去繞軍之類的 對… 他穿什麼 穿帽T 穿一個帽T 在那趕面還是在幹嘛的 我跟你說 我覺得不是不行輕鬆 不行年輕 但我覺得你是一個官員 尤其你是國防部長 你是軍人出身 你可以把領帶拿掉 你可以捲起袖子 你可以穿個有領子的Polo衫 穿個帽T70幾歲年紀 又是國防部長去繞軍 造星 印象深刻 為什麼印象深刻 因為這個東西叫不倫不類 其實我也是覺得 非常佩服馮世寬部長 因為他真的是在我心中 真的是最厲害的一個部長 為什麼 奇怪 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去年的時候 有做一個所謂2016 就是蔡英文當選之後 僱人院的部長前八強 所以在520之後 滿100天的時候 馮世寬就高居僱人院的第一名 但是你們看在這兒 現在過來這麼多天 已經接近快半年 超過一年的時間 童政員下台了 我們金管會也下台了 連總統府秘書長 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現在還全缺一個位置 但是我們的馮部長 依然高居在這個部長的位置上 就是下不了台 如果說蔡英文總統是讀稿機 張曉業部長是傳真機 馮世寬部長就叫做睡紙機 為什麼 因為他通通脫稿演出給他的稿 全部脫稿機 睡紙機 對 你覺得他的幕僚會寫說 馮部長請問你給自己打幾分 幕僚打100分 有這種事情 沒有 脫稿演出 你覺得他的幕僚會再問他說 請問太平島上面的軍備如何 他說有4萬名駐軍這種東西 會打到他的讀稿機上面 會打到他的稿子上面 都不可能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也改變了 立法院的生態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一個生態 就是在立法院 其實國防外交委員會 在過去都是相對一個peaceful 非常平和的委員會 但是自從我們的 國防外交委員會 迎來的一尊神明 叫做大鵬新軍之後 他帶著他的鳳梨 讓我們的國防外交 總是旺旺來 就是一天到晚都有新聞 很熱門 變成一個很搶手的單位 都不怕沒有新聞 所以這個大鵬部長 真的是有他的一套 不過除了大鵬部長以外 我是勸交通部長賀成蛋 你不要背十字架了 你應該學學大鵬部長 你要去拜技工 你要背技工 你的觀音會非常的強 另外就是說 有這個遺珠之憾是什麼 就是其實我覺得 還有兩個講我們沒有了 如果說我們有最佳女配腳長 就像小玉姐的 小玉姐講的 就是這個張曉月主委 他真的是適合做這個 最佳女配腳 因為他今天他這個 所謂的傳真機的演出很厲害 最有名的質詢就是請問他 他的金句就是 請問什麼叫做兩岸關係 他怎麼回答 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 我請問你什麼叫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就是一粒一休 對 完全沒有錯 也沒有錯 清楚到位 所以連網友都有講 這個小玉主委的玩具總動員 陸客不來怎麼辦 他毫無反應 還有一個機器人 中共中央常委是哪些人 沒有反應 讀考機 被大陸已讀不回 毫無反應 只有問他大陸的問題的時候 他很生氣跳起來 所以他在這個網友裡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另外我覺得缺了一個獎 還有什麼 最佳新人獎 最佳新人獎是什麼 是我們的徐國勇 徐發言人 上任不到兩個月 就發明了物質不滅定律 這已經不是最佳新人獎 而且活到是50歲 還有物質姑婆育 對 這很奇怪 這個對社會有正面的貢獻 那個是神人獎 那大家知道一下 芋頭跟我約的長不太一樣 我說實話 我長這麼大 其實我不太注意姑婆育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知道不會是什麼 而且絕對不會 所以他還可以被頒神農獎 還有諾貝爾經濟學獎 所以他的獎項是最多的 好 馬上回來 我們就要來頒獎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再繼續來看四位 剛才大家講了很多 討論了很多 什麼是侯塞雷部長 誰應該得獎 答案揭曉了 我們看得獎的是 國防部長馮士寬 送你一個金雞發紅包 他會很開心 他應該很多了 總統給他很多了 來 經濟發財 經濟發財給他很多了 來 接下來我們要頒的是什麼獎 我們來看的是 侯塞雷的立委 立法委員獎 這比部長更難 非常競爭 入圍的不少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入圍的有 招聘一分鐘就宣布法案 剩下完畢 如果真的了解了 這個政策的好處之後 我們應該就會皆大歡喜 我是百分贏 我不是一分贏 呂孫玲是尋國安局長 架勢100分 卻搞不清楚 軍事安全總隊 國防部管的 呂孫玲氣呼呼 國防部跟國安局 明明不同單位 卻堅持要國安局長說個明白 他一推我下去 他就可以去接軌了 他就可以去葬儀社工作 他如果有這個興趣 當然個人有個人興趣 好 你們背後不是有大能力的 神佛菩薩大帝嗎 請你們的老闆 降落火下血雨 電擊雷劈 讓我立刻死無葬身之地 如果這樣還不夠 直接把鞠棍球塞到我嘴裡吧 我的座有酒座 跟我說的不是屬性 這個鞠棍球 我就當中把它吞下去 當中把它吞下去 如果我英雄講的不是屬性 我吃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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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就有網友說 心疼阿嬤要被 反柯剛人士消費收割 也有質疑黃國昌 兩頭收割是收割機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原本的提案 不予處理 他憑什麼不予處理 男兒眼淚就是不輕彈 黃國昌乾脆按摩其 臉部肌肉 總統體達薩爾瓦多 現場演奏薩果國歌 全場行扶手禮 但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 戴著口罩 閃閃下飛機 直接上了公務車 美機颱風天 跨區押走台電人員 優先搶修自己的選區 我又療癒了一次 又看到國昌 對啊 因為國昌假褲之後 剛剛看到連黃國昌委員 都入圍了最佳委員獎 所以我說 他的貢獻度有多大 你看看 療癒 來 韓兵 你覺得應該是誰呢 其實我覺得這2016年 真的是人才輩出 我真的必須這樣講 你看因為每一個人的表現 都非常非常優秀 譬如像陳瑩 你看他抽到多多 一分贏百分贏都出來了 然後其實我還送他 另外一個封號叫假婚營 不是假結婚 是假婚倒 因為你看那個婚倒的姿勢 比吳淑真的還不像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能夠表演出這樣實在是 非常非常優秀 李孫林當然更不要講 那個叫人家退伍完之後 直接去葬儀社 這個是非常經典 我覺得這樣的人 都能夠當立委 真的是代表 台灣新一代的力量 然後吳炳瑞其實 我一直很欽佩他 因為他為台灣的恐龍法官 做了一個最優良的示範 就是他 什麼叫恐龍法官 看他就對了 反正看他大家都知道 大家記得 吳炳瑞要你們千萬不要投國民黨 沒有 民進黨 大家要記得這一點 然後段儀康委員 我也是很欽佩 因為他講吞曲棍球 已經講了不知道多久 到現在也沒有吞 然後反正所有的事情 都是別人的錯 都不關他的事 而且我跟你講他很厲害 他犯了笑成哥的大忌 他每天都在得罪神 叫人家天打雷劈幹嘛 他都OK了 滿天神佛怎樣… 然後你看到現在 人家還活得好好的 你知道表示 他可能比神還厲害 非常強 還是他頭上有裝壁雷針 我是不太清楚 然後國商委員 我們當然不用說了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優秀的 不管是演技 不管是那種策反的威力 不管是怎麼樣 出賣別人的威力 他都是全世界最強的 你看他當年交往過的女學生 他也不記得人家的名字 可是非常非常優秀 像這麼優秀的人 一定要在中華民國 有他的一席之地 我想他接下來入圍的 搞不好還非常非常多 至於洪池雍委員 我也必須講 其實你看 洪池雍委員 大概是這一屆立委以頭 所有大家希望他幹的事情 他都不幹 然後不希望他幹的事情 他大概全都幹了 對 你看他上來之後 人家本來希望他去國防委員會 他也不去 幫他申訴均勻 是 他都不要 然後他去跟人家出訪 最晚下飛機 唱國歌人家也不想理 然後 壓了台電人員去修店 然後要不然就幫人家找病床 要不然就自己在談戀愛 所有立法委員該幹的事 他都沒做 不該幹了 他全幹了 我覺得這麼優秀委員 我比較大力推薦一下 不過說真的 跟國商委員比起來 他們都還算是小咖 這個剛剛來韓明哥 這好難選 我有點掙扎 非常掙 不過我真的 我在這裡懇求評審 懇求評審 可不可以多增加一位入圍者 真的 剛剛韓明哥 這五位已經介紹很清楚 我就不再贅述了 另外一位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委員 對 真的 他的表現非常傑出 我個人是非常佩寵 大家還記得嗎 在立法院修 一例一修勞基法的時候 我們在立法院的院會 對 他表現得多好 對 跟私宿列車一樣 有沒有 他看到那個陳怡明委員 一見到就 鎖喉 照你這樣說 蘇正清委員也要放進來 抓龍抓手 然後還有鎖喉什麼的 他也有 蘇正清有份 蘇正清委員也厲害 不過他是比較單線的表現 對不起 王定宇委員比較 不對 這不是最佳委員 這不是最佳立法委員講 這個是最佳武術指導 這不是最佳武術指導獎 對 沒有 王定宇還比較差 他沒有斷人家腳筋 對 而且不要忘了 他除了去修理 國民黨很可愛 個子嬌小 又很有氣息的 文職彬彬的立委以外 他還有一個很飽的事情 就是我們前陣子才提到了 就是他送人家一個花圈 對 人家是結婚 上面是 人家是結婚 百年好合 對 他提字 百年好合 王定宇敬晚 對 請問 請問人家結婚 你傷心個什麼事 沒有 他說婚姻是戀愛的門目 對 我們之前節目就討論過 我說不曉得 人家結婚 你是為了新郎傷心 還是為了新娘傷心 難道王定宇 我以為他自己結婚的時候 是怎樣 王定宇跟他太太圈鼓嗎 不是 我會過年 不要講 還是打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必須要說王定宇委員 坦白講他是新客立委 可以表現這麼傑出 真的非常難得 他出去當立委員的時候 就不得了了好不好 對 在修理張明清 海鮮會副會長 對 但我要說他到立法院 一點都不申書 完全發揮他的戰力 對 真的是 我覺得淋漓盡致 所以我懇求各位評審 待會兒再考慮這些入委者的時候 是不是也把王定宇委員加進去 拜託 拜託 廣告之後我們回來繼續頒獎 好 剛才我們討論到了 立法委員獎入圍的 真的是競爭相當的激烈 但是我們來看到郭 郭昌 好 拉票 好 來 主持人要中立 來 明宇 你討立法院 你看這幾個 誰最有機會可以抽獎 說實在的 我覺得今天能夠入圍就是得獎 為什麼 因為113名立委 能夠選出這麼優秀 所以你不覺得入圍就是得獎嗎 不過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是段儀康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委員 他們都是自己 可是你知道段儀康很厲害 他只要鎖定誰 誰就爆紅 而且你看機關這樣掃射 你看他槓上誰 不知道槓上還韓國瑜 韓國瑜就爆紅 你看他去當主席 對不對 你看而且韓國瑜要感謝段儀康 今天不是跟他互嗆的話 韓國瑜哪有今天對不對 還有他鎖定曲棍球 曲棍球也爆紅 對 都是非常冷門的 你看他就是會打中央社跟央廣 你看他就一下子中央社跟央廣 就馬上變成熱門的討論一個焦點 另外你看花蓮選戰 花蓮選戰之前也滿冷的 結果你看人家一去站台 就馬上一嗆 然後你看花蓮選戰也爆紅 不過後來是國民黨當選 所以他應該是最佳的反助選 然後最近又開始嗆年金改革 你看年金改革這件事情 馬上也變成討論的焦點 所以我覺得段儀康很厲害的地方 是他非常會吵話題 而且被他吵的話題 馬上就變成討論的一個焦點 所以我覺得他是戰力最強的 是 好 但是時間有限 我們要趕快來看看到底是誰得獎 好不好 來 得獎的是 要講得獎的是 又是他 我們來看一下得獎的理由好不好 憑著讓人一眼就看破的演技 以及一流的收割力 公立最佳委員獎 真的是捨我其誰 非黃國昌莫屬 所以黃委員恭喜 我跟你講其他這些立委 做的事情你就恨得牙牙癢的 我說了看到國昌療癒 對不對 劈頭散髮 然後眼面黑咕不是假哭 我跟你講就是療癒 所以他為國家帶來的貢獻 除了負面之外 也有不少正面歡笑 大家歡笑 不行 他一個人得太多獎了 沒辦法 我跟你講如果可以頒最強男主角 我一樣無條件 無限期支持國昌 來 道成哥怎麼看 其實黃國昌說得好像 你看 真的說得好像 為什麼 我以前的時候 當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找不到理由 我現在找到理由 自從我知道原來吃炸雞有沒有 可以避免有沒有 去協商開會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沒有用這一招 他發覺超有用 因為每次都讓炸雞 可能半天之後 他就說開完了 真的嗎 OK 好 結束 這是黃國昌的一個正面功能 另外一個他可以激烈我的志氣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一個人可以如此的 你看學歷又好 對不對 書唸得好 對不對 然後人長得也不差 這樣可以跟很多女學生 對 教訓應該很羨慕 是 之前的時候你看 教書了才可以交到女朋友 講這一點我就心酸 你知道我也教過書 就你知道每次那個女學生有沒有 然後一下課的時候 跑到廁所趕快這樣 好像我有瘟疫一樣這樣 就不知道怎麼回事這樣 你知道我每次只要碰到那個 老師有沒有 今天有女學生願意這樣子親近的話 我都覺得 我都是覺得非常的一個這樣子 佩服 而且另外一點的話有沒有 我跟你講 他有很多很多東西 值得我們學習 像什麼 不要正面衝突 如果今天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今天覺得難過 然後再看一下 這樣 你也就過了 他就順便把臉的皮膚都保養好 就揉一下 對 活化你的整個黏面的活細胞 你知道 這樣走的時候 你沒發現到他的皮膚 一直永遠光滑 郭昌 我愛你 郭昌 我愛你 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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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黃國昌 真的是實至名歸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他除了國昌假哭以外 他過去的表情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堪稱影帝 在網路上 甚至給他做了什麼 叫做國昌表情包 是什麼 除了假哭以外 過去還曾經在議場上 假裝嗆瞎 嗆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就指責的老闆 就是楊正武 結果大家覺得嗆太假了 就把這些經典台詞放上去 比如說當我們拿起刀 就是在捍衛自己的兄弟 還有什麼 再嗆一點沒關係 我就用紙把你包起來 還有我們都看過這個古惑仔 銅鑼灣只能有一個浩南 結果金瓜石只能有一個國昌 所以各種有趣的台詞都放下來 金瓜石有第二個國昌嗎 沒有…只有一個國昌 其他的國昌可以出來應徵 這我不知道 但是就演技而言 當然的這個國昌是實至名歸 其他像段儀康 雖然曲棍球很熱 但是我覺得他目前為止追不上 除非他加碼變成保齡球 我就決定轉向我的投票 一向支持他 其實我覺得陳茵很可惜 我覺得陳茵很可惜 因為陳茵就是一力一休的 罪魁禍首 人家演得這麼賣力 你們都不支持他 而且當時還帶保鏢到立法院 衝效先例 身上背包包裡面 唱迷你麥 唱麥克風 這也是非常非常 了不得的創舉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 陳茵沒有得獎 可能是因為他昏倒的時候 大家說 好像昏倒的不太認真 不是很認真 我覺得以後我們立法委員 要選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男的 非國昌莫屬 女的當然要頒給陳茵 我覺得陳茵很可惜 王立場戰力很強 他今年要生第三胎了 所以你是說男超 要恭喜他 跟那麼多女學生 你也知道對不對 真的 不急不急 什麼一男一女 沒關係 等一下有最佳男主角 也有最佳女主角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頒的是什麼獎 第一屆猴摔磊獎的 縣市首長獎 我們先來看看 入圍的有誰 高雄市長陳菊 因為氣爆案被列為被告 25號出庭應訊時 上百民眾夾到聲援 大喊加油之外 還有人不滿羊秋心 稱陳菊是老太婆 寫了大字報 強調陳菊 是高雄市民心目中的林志玲 要不要停止上班上課 還是由我當市長要做 來做所有的承擔 那昨天的決定的確 對市民造成不方便 這一點我們很抱歉 治安系統落後15年 北市資訊局沒盜竊 沒懲處 據了解1月9號晚間7點半 內湖分局的網路警察 自己發現薪水個資外流 馬上通報 10分鐘之後 資訊局切斷連結 但已造成190筆資料外洩 公安者標榜首都公開透明 凡事拼一話 這回才知道 資安保護程度 竟然是停留在上個時代 好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入圍的 包括了有陳菊 有花媽 有賴清德 還有柯文哲 我想柯文哲 對於他未來的出路 好像已經滿清楚的了 要繼續競選連任 可是下一步 到底花媽怎麼走 賴清德怎麼走 到現在還是大家持續在討論 所以我們想 非常具有新聞性 也很的話題性 不過在剛才我們看到了 花媽這個部分 其實花媽 到底要不要入主中央 到現在大家還在猜 來 我們很快來先 趙新剛談完了 我們來先請韓冰 韓冰你來談一下 你怎麼來看今天這次入圍的 這幾位先生說 其實我譬如說 這三尊都是神 你知道 都是神級人物 所以非常非常厲害 你看柯文哲之前 以一個素人 能夠這麼高票 當選台北市長 然後說什麼話 其實不管台灣發生任何事情 都有記者跑來 問柯文哲你有什麼想法 他也很奇怪 他每次都回答 這也滿奇怪 甚至他最近還爆發出 一個驚人之語說 因為他一日雙塔 所以造成上面對他很嫉妒 然後開始嫉恨 得罪當道 所以我覺得 這個思想邏輯 真的是滿超人一等 花媽更不用講 花媽你看高雄歷來發生 不管氣爆 不管任何東西 任何的災難 對花媽都是 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他的支持率一樣那麼高 你看 然後大家一直在想說 他未來更上層樓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兩尊 當然這種神級人物 都是無庸置疑 但是我覺得他們還是 比不上賴清德 賴清德這個神又不一樣 因為賴神不是假的 你知道 因為我覺得 我最欽佩他的一點 就是非常簡單 人家不管走到哪裡去 都可以有人可以救 你知道 就跟柯南一樣 走到哪裡都會死人 對 柯南都會死人 柯南看不完 他人救不完 他人救不完 我跟你講 我們都說 如果哪裡發生命案 你要看旁邊有沒有一個 戴眼鏡的小孩 就是柯南 但是如果哪裡有人需要拯救 你就會看到賴神就出現了 一轉頭神的光芒出現 而且我跟你講 不只賴神會出現 攝影也會直接在旁邊 都會幫他拍得好好的 所有的過程 全部把你錄影下來 所以我覺得 你看一個人能夠 魏普先制到這種地步 而且救世救人 既是救人 然後救苦救難 這樣的人 你們不選他還有天理嗎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跳脫一點 因為這三尊都是神 你要神之間互相PK 有點難 爭議夠多 或者是政績也夠多 所以我們跳一點 我們從長得像誰來分析好了 柯文哲 大沖鴨 寶可夢 陳菊 花媽媽 卡通人物 賴清德不得了 以前說像大著龍夫 現在說像孔劉 都是偶像明星 所以我無條件 在這個項目裡面 支持賴清德 來 我說真的 我們要去評論三尊神 我都戰戰兢兢的 我不敢講 對啊 兩個卡通人物 一個偶像明星 要選誰帶個偶像明星 對 但是我要另外 再講一個移住之害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只有這三個人 對一個人太不敬了 那就是我們的嘉義官之靈 我們的趙 你不要提醒人家 是民進黨的官之靈 官之靈 對 他之前也可以 因為他自稱 他自己是嘉義官之靈 對 因為你想想 官之靈 怎麼可能不入圍 對不對 我不要說 當然 之前為什麼 他說自己是官之靈 就是說之前 而且是在說一個新聞是說 農委會的主委 曹啟宏可能要換人 而且有可能是 張花冠來接替 對 張花冠坦坦白講 如果他來接替的話 我上次就說 真的很諷刺 大家還記得嗎 在他們嘉義縣 曾經流浪動物 在運送的路上 被悶死 對 非常多 而且還兩次之多 最重要是什麼 有縣議員質詢的時候 要他簽拒絕 日本核災食品入台 他大概是少數 全台灣縣市首長 不簽的其中之一 搞不好只有他不簽 對 這是因為不簽 才來當農委會主委 對 沒有錯 要讓東西趕快進來 對 所以他應該護駕有功 對 當然我覺得 既然他自認為是官之靈的話 我覺得也不能遺忘掉他 既然他的顏值如此之高 又是未來有可能的農委會主委 所以我也是希望評審能考量一下 嘉義官之靈 我們昭華官縣長 而且他是唯一 就是說可以腳穿不同鞋子 然後穿出自信來的 而且這是一個品牌 所以搭鞋子都要穿一公一母 要不一樣的 所以大包掛普信會 對民進黨官之靈要不一樣 謝謝你 其實我跟你一樣膚淺 我也是看臉 真的 看臉我覺得柯文哲比較可愛 媽媽也比較可愛 然後因為我覺得賴清德老師 就是少數你到現在記者看到他的 都還會這樣 只有你吧 沒有 是真的 他就我是親手女好不好 然後就我看到他為了 賴清德不是你的偶像嗎 所以賴清德 對啊 賴清德是我的偶像 所以你看他 你看長得像大多 小玉到底哪個人不是你的偶像 誰 誰說我認識你的偶像嗎 佛四塊嗎 但是我覺得你看 他不只顏值高 然後人家這個內涵對不對 你看有哪一個人 可以像他什麼位子都可以坐的 對不對 如果他不做台南市長的話 又可以做總統府秘書長 然後還可以做行政院副院長 還可以選台北市 還可以選新北市 他走到哪裡 他畫得要死 對 還可以選總統 你說國家有這種人才 不選他 那還要選誰 你看又有顏值又有內涵 所以我覺得他是當之無愧 真的 所以你要投給他對不對 一定的 對 這幾位大家都這樣講的話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誰當選 得獎 好 侯塞蕾現在是首長獎 得獎的是 可以當選獎 好 侯塞蕾現在我帶回家 你會在講話 民主黨的同流 這張手板送給你 來 我們看賴市長恭喜他 因為他到哪裡都可以有 展現神蹟 破鞋勸童放半天 這個總能不經意的被捕獲 真的 好神 所以好神的賴神 恭喜賴市長 來 孝辰哥現在一定很嫉妒 剛剛嫉妒黃國昌長長得帥 他可以代演好神多嗎 他那個帥跟我們一般的帥不太一樣 他那個帥有沒有 是屬於叫做那個什麼叫做 叫做後天培直帥有沒有 不像我們都叫Nature帥的有沒有 那差很多這樣 Nature帥 像我們就Nature帥 好 我另外有個綽號 我要告訴我 我叫李敏浩嗎 對 不用吧 對不對 李敏浩 對 另外的話 你可以在我的那個頭上 打散掉線嗎 你喜歡我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還真的滿喜歡柯文哲的 為什麼講柯文哲 你有看過哪個市長 可以讓一個建商倒成這個樣子 倒成一片 這很難 你知道一個大巨蛋有沒有 搞到那個什麼趙神雄董長有沒有 叫嗆得要死這樣子 如今有沒有在市里那一個 又蓋了一半之後 廠商有沒有 就破產倒閉了 你說李添英照 對 那你想 很少能看到一個這樣子 這個本身威力那麼強的 強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然後又開始的時候 一大堆的財人全部得罪光了這樣子 然後他又開始講說 我跟你講我們士大域有需要錢 那個怎麼辦 這樣子 是不是大家有沒有 能夠再弄一點錢 有沒有過來這樣子 當然我還是在如期能夠 祝福士大域有沒有 如期能辦這樣 可是我都覺得 柯文哲我一直搞太清楚一件事 就像我今天這樣子從那個 我住的地方來中天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我們的這位柯市長 你每天在想念著這個雙塔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件事情 很多的台北市民在上班的時候 都快進林谷塔了 你知道嗎 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在看整個 這條基隆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以前的時候 他那時候 剛開始當市長的時候 我一直很寄望他 說你今天當市長之後 台北市更能更好 有嗎 沒有 對不對 他一上北門那個橋 就拆了 一拆完之後 不拆沒事一拆出事 其實就塞成一團 到現在這邊的話 你又發覺到 上下班期間的時候 台北市有兩條路有沒有 是不塞的 全塞 我記得以前的時候 他還會騎腳踏車 因為那時候有沒有 對不起 不能騎腳踏車 叫做自然車 自然車 之前在騎自然車時代的時候 滿欣賞他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騎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個台北市 哪個地方有問題 包括你整個的市容 街道 包括交通 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到 從他開始不騎車了之後 只騎雙塔之後 我發覺有沒有 真的 拜託市長 你照不下去詢一下 真的我們要盡力乎法了 好 來 教欣結論一下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 他當然是自民歸 第一個就是他真的是 大家覺得說是未來的星星 有這麼多的位子 像小明玉姐剛剛講的 總統府秘書長也可以做 行政院長他也有人喊 選總統也有選 而且滿有趣的 就是我非常佩服 他被信仰的前程 台南有這麼多的公寓 他不拜天到晚到雙北 去插箱跟點燈 我覺得這個太厲害了 至於柯文哲 柯文哲當然也是 很有運動精神 但是他第一次 雙塔騎腳踏車 大家覺得是遠征到南部 第二次我感覺像長征 長征是什麼 就是落跑 因為我台北做得太爛 我去那邊 Relax一下 Refresh 更換我的心情 但是我真的是勸這個柯文哲 你應該多做一點 互動性高的活動 不要再展現你的意志力了 因為你的意志力 已經讓台北市變得 大家都很沒意志力 你應該學會跟大家 怎麼團隊合作 所以我非常的鼓勵 就是柯文哲 去換一些有團隊合作的運動 比如說邀請段宜康 來打打曲棍球 打打籃球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好的 花媽其實我也覺得很不簡單 不過他現在 我覺得他的氣勢 可能有一點點弱 他這麼努力 這麼努力的抬轎 結果他要抬的劉勢方 現在還是民調最後一名 所以我覺得花媽要加油 給他非常大的鼓勵鼓勵 加油加油 柯文哲很難得 其實你想一想 他是少數上任那麼久 對於一個縣市 是完全沒有心力的市長 這應該也可以 記錄金氏世界紀錄 台北市民 大家應該都感覺得到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內湖的交通本來就塞 他上來以後更塞 更塞 奇怪 對 為什麼 來 資澤 真的 塞 因為我今天才有這樣 深刻的體驗 真的 我說真的 我真的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他上來以後 內湖更塞 沒錯 內湖的交通 是坦白講 是柯文哲上來以後 民怨最深的其中之一 對 我想交通 讓民眾是非常有感的部分 包含他把免費的停車位取消 畫了很多要收費的停車格 這也讓民眾覺得 非常不便也痛苦 加深人民的痛苦指數 加上交通的問題 這麼塞 我說真的 一個市長如果連最基礎的 交通的部分都不能做好 你怎麼有資格去做好 市長這個職位 他有跟你講 他說不要再尖峰時間出門 這個不是廢話 大家都上班 你去跟老闆講 還是要學蔡英文 你自己去跟老闆講 所以他跟賀成蛋是一組的嗎 對 都不會交通負責嗎 這什麼官員 所以我必須要說真的 這個在台北市 真的如蔡英文所說的 要交通的部分 只能市民朋友自立自強 我要幫柯文哲市長講一句話 他會說 請期待我的世大運 來 我們要接下來頒發的是 最佳男主角了 趕快來看看 入圍的名單是誰 如果有一個黨團把他拉下來 那他也過不了 既然過不了 一出來就沒有意義 告 我要告 不讓你知道你就不如照 拍下前總統陳水扁中氣十足 罵人的影片 反遭網友質疑拍攝目的 麵包師傅的朋友 替他抱不平 還原真相 真的受到影響的是 那35%的 也就我講的弱勢勞工 跟弱勢企業 他們會受到影響 但他不至於會造成 全面的物價上漲 國昌呢 為什麼國昌呢 你有國昌 男主角沒有國昌嗎 演技太爛沒辦法 過年大家都有獎 不要每個都這樣拿 真的 就像尾牙一樣對不對 好 來 我們看到了 行政院長 立法院長 還有前總統都入圍了 所以因為這個是 最佳男主角獎 一定要找倍分高的 是不是這樣子 來 茗玉 你覺得應該誰得獎 我覺得眾望所歸 應該是阿扁吧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猜對 你看那個是真心自信 不像是那個王國昌 哭的這樣子 對 你看 而且他這個抖得多自然 阿扁假斗跟國昌假哭 有什麼不一樣嗎 哪有 都是用演的 而且他是人家跟拍的時候 他就突然罵得很流利 然後那個鏡頭背後 我不知道 因為他不曉得人家在拍他 而且重點是 他這個罵了之後 那個師父還會被查水錶 對 然後連麵包店都開不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影響 是無遠佛界的 而且你看我覺得 你看他本來就是 去年被放出來的時候對不對 他什麼活動 他都很低調都不參加 然後你看包括連 蔡英文的就職典禮邀請他去 他也就說 我們不要造成總統的影響 所以他就不去 結果後來沒想到 他不去之後 就開始什麼音樂會也要去 國慶大典也要去 然後就是最後連女兒這個診所 診所開幕也要來致辭 不只要去還要上台致辭 對 就看起來他的病 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從頭 從一整年都是他的新聞 我覺得他當男主角真的是 那個演技真的是真情流浪 來 韓濱 韓濱 其實我必須說 阿扁真的是不錯 你剛剛說人家是假的 拜託 你抖給我看 你抖得像他那麼順嗎 人家抖得多麼的流利 多麼的順暢 你光就算是演的 人家也是演得非常非常優秀 而且人家演好幾年了 對 你知道 從監獄裡面演到監獄外面 也是滿累的 而且我跟你講阿扁是 勁如觸子動如脫兔 平常一下可以病歪歪 一下可以跳起來罵人 你看這種演技多麼優秀 相比起來我覺得 蘇家犬就稍差一點了 因為蘇家犬前半段 幾乎都沒有什麼出場的機會 對 一直到最近才開始 力爭上游想要爭取 這個男主角的位置 我覺得還慢了一點 所以 氣氛太少 對 氣氛太少 我覺得今年 今年感覺上有點遺憾 他林泉 林泉這個就比較奇怪 林泉是氣氛一直很多 但是好像都沒在演 他就一路走過去 然後好像都被人家搶了光 最近跳出來 他最近最轟動的就是 他先講 一粒一休 帳架是必然的 然後隔兩天又講說 帳架那個是假議題 到底哪一個是對 其實我發覺 他現在也開始跟上潮流了 因為他學到了蔡英文 那個法夾彎的 急轉彎的這個方式 可以不斷的這樣轉 但是林泉當然 我覺得他開始有 極起直追的趨勢 可是我覺得你們 怎麼忘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柯建民 人家老柯幾十年來 在那邊含辛如苦 在立法院演了這麼多年 最近這一次賣力演出 已經直接在拳打腳踢 苦肉記 苦肉記 海科一頓 你看你自己身兼武術指導 被打成那個樣子 你們都還 連提名都不提名他 你們會不會太過分一點 是 老柯倒是一個遺囑之汗 真的 是這樣嗎 大家記得嗎 柯建民在為了一立一休 對不對 在被抗議的群眾 推倒那一幕 多真情之心 多感人 對啊 我們沒有最佳什麼動作獎 如果有的話 應該是 但都把老柯跟王定宇 還有出生意的類似 武術最佳武術職 不是最佳動作設計 下一屆 下一屆 這一屆 因為是第一屆 第一屆 來 最佳男主角得獎的是 趕快看 今天講林權得獎了 為什麼 不公平 我也覺得不公平 司法不公 因為 評審不公 別鬧了 不停被逼公 堅忍不拔的毅力 讓堅持不退 評審因此為之動容 孝誠哥 這獎是不是給得好 我跟你講 林權真的是有 中國傳統的 所謂的美德 女性的美德 對 女性的美德 因為她是男的 所以我就講 女性美德怪怪的這樣子 不過她真的有 這樣的一個特質 我會先強調 不是說她娘炮 我是說她有沒有 有婦女的 這樣的一個美德 蔡政府上任之後 男女都要堅忍不拔 都堅忍不拔 所以你看 你看她從頭到尾就這樣子 就秉持著這個 什麼得到的那個狀態下有沒有 今天做什麼事情的話 好像感覺起來 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都行政院搞出來 對不對 你看各部會 不論你一休也好 剛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那種 什麼交通的一些政策 下面這些部長 每個看起來都好像 大家的都有戲 唯獨我們的院長就沒戲 突然間 突然間你就發覺到 這個老闆突然間 像是個小媳婦一樣這樣子 好 那你們就講吧 好 交通部長 你可能當然講說什麼 春典你要怎麼搞 怎麼搞 你就怎麼搞 你要不被這個實講 你就不要被實講 然後另外的話有沒有 我們的什麼國防部長 你就說你100分 你就100分這樣子 另外的話有沒有 一粒一休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說 那個都假的 那個什麼 結果我的眼睛是真的這樣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反正 他什麼東西的話 你都發覺到 他從頭到尾就 只會做一件事情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碰到媒體在質問他 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他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嘆氣 他會先輕輕的一口氣出來 探完之後 我們再看他整個的 滿臉愁容的那個樣子 這麼樣子的一個 悲劇的人物 不搬給他 要搬給誰呢 對不對 是不是 沒錯吧 至於說那個 這個部分的話有沒有 這個部分我真的還 算你算到手抽筋 我說真的 我一開始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一開始以為想說 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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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為是要有錢 那種感覺 後來發覺他講 我們要尊重病人 通常應該這樣講 我們對病人不要太 過多苛求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什麼意外之舉 我們也不能夠 太過苛責這樣子 所以他一下好一下 突然間抖起來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我們要接受 好 還有一個大獎 馬上要開了 待會兒告訴大家 誰是最佳女主角 收回來 歡迎您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那現在這個開獎 越來越精彩了 因為已經頒到最佳女主角獎了 趕快來看看入圍的有誰 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要保護我們國人的健康 之所以需要改革 是因為從過去到現在 台灣社會始終沒有負責任的 徹底檢視我們年金制度 才會讓這個制度 一步一步走到瀕臨破產的地步 因此年金改革的重點 就是財務永續 年金制度的改革 是我們的優先項目 通而競選 這還有什麼 這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誰能跟他比對不對 好啦 所以 當然就是得獎了對不對 應該不是從缺 來 恭喜蔡總統 入圍者只有他一個 還能從缺嗎 來 趙欣 這個獎也是實至名歸 而且無人能匹敵 所以入圍的只有蔡總統 真的是武則天坐天捨我其誰 真的是經濟獨立 就是蔡英文 現在就是說 她作為一個總統 能夠做到這樣子把戰場 就是燒片千野的這個功能 實在是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做唯一的女主角 是這個完全沒有爭議的 包括我們在講說 剛剛一例一休 何時入台 年金改革 我們看他最近 到底燒了多少的議題跟戰場 還有婚姻平權 還有黨產議題 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還有未來的東西 她一直想要把這個 所謂的停損點放在今年 可是看起來是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所以我在預測 不只是今年的女主角 她連任的這個機會 是非常的大 不是總統連任 是這個最佳女主角 明年連任的機會也是非常的大 希望可以再拿三戒 對… 所以我在這邊一併 我覺得連明年的獎 我們在這邊都已經可以 先頒給她了 今年是猴篩雷獎 明年的話是金雞獎 發台獎 金雞發台獎 金雞 我沒有意見 我覺得投票不公 這我一定要嚴重的看而已 為什麼 你覺得不先去 不是 秋明玉也要參與競選 這絕對是大黑箱 真的 你們怎麼可以露了紅袖柱 而且他的片名都有了 叫做大買條 條罪柱子 對啊 你看去年整年多悲情 先被換柱對不對 然後就條罪復仇 然後就當了國民黨的第一屆的 有史以來第一屆的 這個女性的黨主席 對不對 然後後來 然後又有洪席會 創下了這個 你看 洪席會又接軌了 兩岸又開始接軌 靠他 然後最後你看 因為就是選舉制度 搞得天怒人怨 然後衝中場委不來這樣 然後最後他怎麼樣 半夜 一定要注意 是半夜 半夜脫假髮 多有戲 對不對 所以他從頭演到尾 然後你看今年繼續角逐 黨主席 他要脫假髮說真話 一個女人要對抗五個大男人 對不對 他還要再立戰黨主席 所以我就說大條 你們怎麼可以忘了他 你看黑箱黑箱 抗議復光 我告訴你他為什麼沒得獎 好不好 因為他跟好龍兵演那個鐵達尼號 實在是大家都看不下去 不能這樣 他連入圍都沒有 你要給他入圍 就像是不是 凱冰科學的人 是 其實我必須說 因為你不管從曝光率 然後整個演技的變換的角度 蔡英文不得獎 真的沒有其他人可以得獎 你想想看 一下他說 老公是我心中最軟那一塊 一下你們要自立自強 自求多福 一下會寫一封信去跟住戶道歉 一下又覺得說 老公那不干我的事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你看他隨時第一個是百變 以前我們說百變美艷芳 現在是百變蔡英文 而且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展現 他霸氣的那一面 然後有的時候突然這邊就變得 變得好像非常非常的溫柔 你看尤其是 能夠連我們的聖母騎士團 都被他認為說他非常的慈悲 你知道 蔡英文是這麼有慈悲心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被騙 還是他們兩個共謀 還是這是邊劇邊好的 我不曉得 但是我必須講 蔡英文這一年多來 這不到一年 大概七八個月來 讓我們看到了 他以往不為人知的那一面 然後完全展現了他心目 就是心中的那種 強者的形象 霸氣的形象 所以你看 食而溫柔 食而霸氣 食而有決斷力 然後能夠把林泉像木偶一樣 這樣到處在操縱的人 除了這樣的人 還有誰能夠得到 中華民國最佳女主角獎 我覺得他未來 我覺得他至少連續 一個兩三界絕對不是問題 我覺得他能夠當最佳女主角獎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演得夠久 馬英九當中了八年 他演了八年 對 然後演了八年以後 到現在上來 他還在繼續演 所以講說對國家的影響 對人民的殘害光講 他演這齣戲 演了這麼久 他就死是名歸了 就好像小玉姐剛剛講 這個可以得到 終身成就獎了 演太久了 我說他怎麼可能不得獎 大家想想 他有幾項政績 才上任八個多月 192項政績 如何不得獎 他有2500萬的房車 加上浴廚 幫他準備法國參間紅酒 是這種配備 怎麼可能不得獎 去年PTT上說 2016年最後悔的一件事 就是哪一件事 第一名就是投票給民進黨 投票給蔡英文 有夠後悔的 不過還好 他容認我們這個2016 侯篩蕾最佳女主角獎 不過我比較說 他除了這個獎項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獎項 也很適合 最佳女文青獎 他常會說什麼 剛剛韓濱哥講了 這個勞工是我心裡 最軟的那一塊 還有怎麼樣 不會讓你孤單 光這一句話 他跟不知道多少對象講過了 張忠謀 勞工等等 滑航空服員 對 滑航空服員 他當然不會讓你 人家已經說到做到了 因為你絕對不孤單 因為別人會跟你一起死 這些人 這些人 坐在一起真的是不孤單 所以我覺得 如果讓他得到最佳女文青 我覺得也是一個選項 當然在講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正正經濟 為什麼 因為小英狂吵來了 所以我跟其他評審一樣 我估計這項獎 他應該是可以容認很久 幹多久總統就容認很久 對 來 我們繼續來趕快看看 最壓軸的獎項是什麼 那就是要頒發 侯塞雷劇情獎 劇情獎 我們來看看入圍的獎項 包括哪些 總召柯建民 他是佈出了立法院 結果原本在青島東路 這一側抗議的民眾 看到他就直接 湧上去一陣扭檔 一開口先鋪梗 台日經貿會議上 日本交流協會會會長 大橋光夫 說出蔡政府的盤算 原本要大刀斬斷18% 但日前突然改口說要暫緩 還要召開記者會說明 蔡政府大動作 年金改革勢在必行 都是非常重要 都是攸關民生的議題 而且這個影響性會持續下去 那麼包括一立一休 包括何時入台 尤其還有正在進行式的 年金改革 劇本不好寫 孝晨哥 來 你怎麼看 你覺得哪一個才是 應該要頒發最強 哪一套劇本 騙人民的劇本 哪一套寫最漂亮 我覺得剛才那個 有一個入圍的獎項 我是特別有意見 因為他只有一分鐘 所以他應該是唯電影獎 他應該不是劇情獎 因為他太短了 短到有沒有 其實是唯電影的那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 他不應該是列在這個項目裡面的 他應該單獨有沒有 再另外列獎 這樣子才會比較公平一點這樣 我覺得 哪一個讓我覺得最有感覺 我覺得最有劇情 就是這個一立一球 真的超級有的劇情 為什麼 之前的時候 一堆人在那邊抗議 一堆勞團在抗議 結果沒想到有沒有 我們的勞動部 包括我們的小英政府有沒有 完全當中空氣 沒看見 你知道他感覺起來像什麼 好像也磨具一樣有沒有 發覺那勞團 在那邊人家罵得要死 怎麼樣子 然後不管哪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這樣子罵得多兇 丟了什麼東西 反正這當初沒聽過 沒發生過 這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大老闆講說 我跟你講這樣搞下去的話 我們的成本會增加 他有再聽進去也沒有 就還在磨具一樣 然後從頭到尾 就把這一立一球就過了 過了如今過來之後 大家想一想不對 但因為大老闆 一個一個要跟他翻臉 如今我們現在看好幾個大老闆 一個一個 就這樣子跟他講 就是說今天有沒有 你這樣子做下去 我沒有辦法 我們可能會活不下去 我們要出走了 如今我講說 我們用彈性攻死的方式有沒有 然後來 來做個彌補這種情況 那既然如此的話 你找幹嘛去 我是覺得說 這一個劇情 真的是有點歹戲脫膨 因為為什麼 你明明就錯了 錯了之後還死不認錯 然後明明你就可以把它一次做好 結果你就沒把它做好 如今有沒有 又開始又牽托到說 因為這是勞工的問題 這是老闆的問題 我就公卿變士主 對不對 我現在目前的話有沒有 我現在變成了一個士主 因為原本是公卿的 要搞清楚 所以你們自己本身有沒有 老闆你要自己自求多福 自立自強 勞工你要自求多福 自立自強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有沒有 就看到最後結果就是 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所以這個戲 還繼續再下去 很像我們好像 某些台的那個八點檔 有沒有發覺 永遠演不完的感覺 演不完 其實我覺得要看這個 還是要看他編劇的精密程度 還有這書戲 他從開始編到現在演了多久 年金改革 以前是民進黨逼馬英有做的嗎 不算 核式舞台已經馬不做 現在民進黨才剛開始 但是一粒易秀這件事情 從選前就開始在騙 一路騙騙騙騙騙騙 一分贏 然後什麼十秒勤 有沒有 砍架總招 一路下來 然後立法院裡面強勢過關 柯建平出來 這假裝被打 再透過立法院書家權 硬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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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換房間 又帶保鏢 我跟你講這齣戲 不要說八點檔 我跟你講 聚力萬鈞 對 什麼本土劇 什麼以前台灣霹靂火 槍林什麼 幾個環那會 都遠遠不及 真的 最佳劇獎一定是他 不過我覺得你要釐清 這真的是劇情片 不是紀錄片 如果是紀錄片的話 他如果得獎的話 我怕又想要彎身回家 有造假的 造假之嫌 會被撤毀 從頭跳也都是假的 對啊 所以你這是劇情片的話 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劇情片 就是包括第一個 他就是有所有的八點檔的 這個元素 通通都在裡面了 有快出人命的 譬如說有快絕食的 然後老柯差點被勒死的 有沒有 然後還有昏倒的 有打架的 然後另外還有哭戲 對不對 你看國昌哭戲 通通都在裡面 所有的這個元素 你想要看的動作片 文藝片 然後那個什麼 情情情 搞笑也有 喜劇也有 還有維修 門禮也會壞掉 那幾個立委 被鎖在門外 坐在地上 還拍照上傳臉書 那不搞笑嗎 對 所以你看 他整個是劇情片的這個 我覺得他劇情 所有元素都有在裡面 而且至少 而且他還可以再拍續集 對 你看這個一粒一休還沒完 因為你除了漲價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的公司 為了這個一粒一休 還要再去 就是請外面的人力公司來上課 因為大家都搞不清楚 一粒一休是什麼 所以我朋友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 你對這個 我看你常常上電視講那一粒一休 你對一粒一休是不是很清楚 你要不要來幫我們公司上課 所以他說現在這是一個 非常夯的行業 就是你要去幫這個人資 講解一粒一休的整個規則 事實上一粒一休到現在 還沒搞不清楚 搞不好六個月之後 又要再修法 因為抗議的聲量太大 所以我們看還有Part 2還有Part 3 會一直演下去 Part 2一定有 就一粒一休二支 自逼自強 對 我想要投給他三票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來聽子澤的意見 好 我們就幾回先聽 好 歡迎回到大眾之大報告 剛剛講到這個最佳劇情 其實就有三個劇本 三個劇本裡面 你對哪一個劇本 你是最有感覺的 剛剛其實有聽到各位意見 來 子澤你剛剛舉手 因為我想要投給 何時露台一票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有外籍演員 對 誰哪一個哪一個 這位對不對 大橋光夫 大橋光夫 這個真的是高潮迭起 為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事實上 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對 而且我還有爆料 大家知道嗎 大橋光夫的主婦是誰 叫做冰口雄信 我曾經爆料過 1930年 當然這比較嚴肅是 1930年物色事件 在台灣發生物色事件 日本人獨害了原住民 死傷數百人 當時的首相 日本首相 就是冰口雄信 就是大橋光夫的阿公 所以說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日本何時露台 他的孫子 要把日本何時給台灣吃 結果獨害台灣 這個叫什麼 一條龍 真的 這很像說這都演更久 對 演了六七十年了 對 後面後續可能還有 而且你知道嗎 大橋光夫 他在台日經貿會議的時候 本來雙方 台灣跟日本都說好了 說在這個會議上 是不要談何時的問題 結果大橋光夫 竟然在會議一開始 就跟台灣的代表嗆聲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反何時 是沒有根據的 而且對日本國民 是大大的傷害 而且要求台灣 要盡早解除這個限制 這個簡直就是什麼 是日本天皇來跟台灣下意旨嗎 指令嗎 所以說我覺得 這一齣戲也真的是很妙 因為這個劇情 坦白講 本來以為快要結束了 結果大家記得嗎 不是現在開那個何時 何時的會議嗎 公聽會 對 公聽會 不是還尬然而止嗎 因為太多人去抗議了 所以現在還暫停 結果還有國民黨的副主席 郝龍斌 不是還弄一個反何時 入台的這個 連署公投 對不對 就是說各方角力在一起 這個劇情高潮跌起 而且還沒有完截篇 接下來這個後續 還沒結束 對 還沒結束 所以今年 新年一年 會有新的劇情發展 而且到底日本 會在耍什麼招 台灣這個小鷹 為了要配合日本何時入台 還會用什麼計謀 是非常期待的一部 扣人心弦 對 非常期待一部大片 我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密切注意 而及早鎖定 不曉得 我覺得可以去運行 台營的合作 以後會不會把美國也扯進來 國際合作 我跟你講 其實未來這部戲 發展應該很多 但是我覺得大家很忘了 一個東西 除了一定秀何時入台 年金改革之外 他怎麼忘記了 不當黨產委員會 這個也是歹戲脫膨到 現在也是在那邊 已經演到一個 不知道無厘頭到一個極點了 你看我們顧力選委員 為了搶戲份 就算你法院再怎麼辦 我就是繼續 繼續再來 是不是還不演 戲 這個戲太拖了 拖戲的所以無法入圍 對 我跟你講 一開始好像很好看 拖久就好難看 人家現在顧力雄 演得多麼賣力 你看用盡各種奇怪的方法 就是要把這部戲演下去 當然這部戲是滿難看的 可是人家繼續在演 而且格局有點小 是 但是我必須說當然 當然影響最大 然後讓所有民眾感受最深 當然還是一粒一休 尤其是一粒一休 中間怪招實在太多了 而且那種怪招多到 總統到最後自己 居然認為自己是公卿 不是世主 我覺得這個是 大概是全世界 最荒謬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世主 誰才是世主 到底這個政策是誰執行 但是我們覺得很奇怪 就是現在看起來 一粒一休好像快要被打回去了 這部戲要怎麼演 我就覺得很怪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 好像也不是很擔心 因為他們好像 可能跟以前李登輝一樣 18套劇本早就寫好了 我繼續給你亂搞一通 而且反正 他們其實好像就是 貨物售出該不退換 反正 反正我丟出來的東西 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大家告訴你怎麼樣 反正不管我的事 我是公卿 我不是世主 所以我覺得 像他們這樣繼續演下去 我真的很怕這個 本來是最佳劇情 到會不會變成最爛劇情 因為又變得跟不當 單臣文會一樣 金三美獎 對 歹戲托棚 亂演一通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要考慮 是不是要加一點新的人馬進來 新的演員進來 新的演員進來 才能活化整個劇情 不然的話你看 像和時入台 未來我們還可以期待說 可能有更多 日本的演員出現 外籍演員 或者說 川普搞不好也會咬一腳 因為川普 未來和時入台 可能美豬也要入台 對 跟咬一腳 台美日合作 這個中間很多 搞不好韓國人也來咬一腳 也不一定 年金改革 更多的國民黨 可能也會翻出很多人 來去演出更多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距離的 這個張力來看 我覺得一粒一休 看起來好像稍嫌弱了一點 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你們是拍好萊塢電影嗎 炸國際合作嗎 想到國際合作 兩岸關係維持線上這個 我們中日國際 中台國際合作 這都市也賣很久 國際化 還要再加川普 對 美中台三方合作 這都市也滿好看的 現在哪個電影片商 不想跟大陸合作 開玩笑 那麼大的市場 只有我們不是 總會以一粒一休 還有書畫 來 趕快看一下 劇情獎要頒獎了 頒獎了要奏樂 來 得獎的是 一粒一休 是不是 一粒一休的 來 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的得獎理由 是因為 看到政府如此團結 強度關山 過法案 使台灣人民不分藍綠的 齊心抗議實在難得 這個理由其實也滿悲情的 真的是滿成德的 來 道成哥 其實我剛才有點想改變初衷 我想要改成年金改革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才開始有沒有 開始他整個後勁有沒有 慢慢強勢上漲 有這種感覺 年金改革 是 有這種感覺 因為前面的時候 是大家有沒有在那邊吵 因為他先開始的時候 弄出年金改革這個議題 丟出來之後 造成老一代的公務體系的人員 跟新一代的那個退休 他本身來講 有水的四代的這種 新舊的這種 交仇 交恨的那種狀態 他說掀起這個之外 另外就是 對於國事會議他那個地點 我覺得這地點是非常有趣 他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一改改改改 後來說改到總統府對不對 是在透過有沒有 我跟你講 這就高潮跌起的地方了 你知道嗎 這個有預告功能 他說如果說今天也還這些人 再繼續抗議 如果太兇悍的話 我跟你講 總統府的陷阱人員的話 不排除會開槍 你知道嗎 重點是不排除開槍 聽完有沒有很High High了吧 就是如果一堆人過去的話 萬一哪一天他會覺得 我跟你講 他太過分了 就開槍了 這是驚悚片嗎 這是驚悚片 我跟你講這個 所以我跟你講說 這是戰爭片 戰爭片 所以這種這樣的一個劇情 這樣拉起來的話 我是認為 今年他沒有得到的話 明年應該會有 謝謝教卿 沒有錯 我認同這個歌的看法 就是說年金改革 未來雖然很精彩 不過他現在還在一個 預告片的層次 但不過從預告片 可以看出來 他未來的卡斯 是非常的盛大 至於說核時露台 沒有錯 他有國際卡斯 不過目前為止 都只有跟日本的卡斯合作 但未來的時候 如果跟美豬議題 跟川普合併的時候 我們知道如果說美日台 三方的卡斯 這國際卡斯 所以他的後事也是看長 但是我還是認為 一利一休得這個獎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具備了所有一個 鄉土劇應該要紅的元素 鄉土劇 沒錯 因為我看鄉土劇 就是什麼 好人演一演變壞人 壞人演一演變好人 過去民進黨 有多少人在反對一利一休 包括柯總召 李應元委員 現在在做部長 李俊英委員 高志朋委員 他們不但是反對一利一休 他們還提案提法案說 我要兩利 結果現在 現在他們在幫忙宣傳 最近可能要上演的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電影 我不講那個名字 他就是說一個村裡面的人 通通都失憶 通通都想不起來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這些人 整個民進黨團的人 通通失憶 所以他參與的人空前盛大 然後通通都失憶 這種的卡斯 而且他創造的這個經典橋段 比這個核實路台還多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創造了一芬營 創造了國昌甲窟 而且我們還忘掉了一個 我們提到一個委員 叫做林淑芬 我們過去立法院開會 從來沒有趙偉說要開會 結果一整天就不見了 穿上了隱形的斗篷 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其他還有比如說 這個發言人徐國勇 物質不滅定律 一粒一休之 物質不滅 林全是一粒一休之 漲價活該 總統是一粒一休之 問你老闆 所以每一個章節 都是非常有細的 所以一粒一休在今年 得獎實至名歸 好 剛剛大家也聊天 說今天看到這麼多的獎 頒發出來了 可是總覺得如果明年 我們要再繼續拜下一屆的話 一定要增加一些獎項 什麼樣的獎項 哪一些又是遺豬之旱 我們稍後來一起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大政治大爆掛 應該今年頒完了 猴篩雷獎之後 明年還有一個金雞什麼的獎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請一下名譽 給大家提點一下好了 應該怎麼樣改進 要增什麼樣的獎項 給我們一點意見好不好 主辦單位 你們真的是 要尊重這種前人有沒有 就是要設那種最佳貢獻獎 或是終身成就獎 對 我覺得今年你們露了兩個 終身成就獎的話 或是最佳貢獻獎 應該有賴和先生 自自然 你看你們節目都貼了那個 大哥春園 是不是 而且我說實在的 今天也要拜這個賴和先生所賜 要拜這個春禮的所賜 要拜很多小朋友 都不知道賴和是誰 真的 對 當然我還問賓哥說賴和 他說他是學文學的 台灣什麼新聞學之父 對不對 我覺得除了賴和之外 我自己心目中的 我覺得心目中有一個 終身成就獎 一定絕對是蔣經國先生無誤 因為你不忘洪秀柱 你就洪秀柱應該要是 最佳女主角 所以你覺得終身成獎 要蔣經國 而且蔣經國是不分藍綠的 你看柯文哲 他出來選的時候 也是先推從蔣經國對不對 你看這一支所有的國民黨 主席參選人 每一個都把蔣經國拿出來 而且講到拿蔣經國 還要戴手帕 今天沒戴手帕 還要先出來 還要哭 還要哭一下有沒有 然後連那個郝龍斌 明明跟蔣經國不熟 還要硬是貼上這個 他爸爸的照片 還要裝熟 對 還要裝熟 其實我跟蔣經國是不熟 其實熟的是我爸爸 然後每個人都還要再講一下 蔣經國 大家都要真講蔣經國 所以我覺得蔣經國 真的是以後後人都要幹嘛的 都要提一下他這樣子 來 指責 我想補一個 今年是基年 這個新的一年 我想補一個最佳鬥雞獎 我要頒發給小玉傑 最喜歡的 總統府發言人黃崇晏先生 黃崇晏真的太會鬥了 而且他講話尖酸刻薄 明明發言人 要跟媒體維持一個很好的關係 要做總統府的門面 結果他的好鬥 逞胸鬥狠的個性 展露無遺 大家記得嗎 當時颱風天的時候 大家質疑說蔡英文總統 去防災應變中心 待的時間好像很短 快閃 結果他竟然出來什麼 批什麼 批記者說你是不是在睡覺 你是不是意識形態 說記者亂算時間 對 亂算時間 結果調時間號出來 狠狠打臉 對 就打臉他 所以就硬拗 大家還記得嗎 文化總會的爭議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 他說不是叫上官鼎 就是文化人 他在講誰 他講劉兆全 劉兆全 上官鼎這個名字 對 我說真的 你憑什麼批評 對 我也說 像這種尖酸刻薄的人 在今年積年 真的很適合得到一個什麼 最佳鬥雞獎 而且他這個鬥雞的個性 跟戰力是持續的 在這麼多人批評 我們節目也講了好幾次 結果完全沒有改善 對 我說真的 我曾經在臉書 也是批評過他 對 虧他說什麼 不要以為留著小山陽湖 就以為你是刑男對不對 我一說 在這個位置 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厚道一點 而且要與人結散 而不是怎麼樣 而不是一個逞胸鬥痕 互主可以 可是你不能互的沒有道理 我說真的 這個今年是雞年 我覺得今年是他的年 而且他這種鬥雞的個性 再持續下去 我跟妳保證 妳的組織 蔡英文的民調 只會往下探敵 對 鬥雞 如果說黃崇燕 可以拿鬥雞獎 那段宜康 他到處咬 他有去咬花蓮的選民 鄙視花蓮的選民 盜錢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其實有一個最佳鬼絕獎 就是蔥之鳥 到底是個嬌還是倒 到現在我們政府還沒搞清楚 而且不是為了這個蔥之鳥嬌 我們應該要去跟他余全談判嗎 到現在本來從7月收到台 後來收到延期 我們用整個故事 現在一直延到現在已經207年了 還是沒有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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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